在我們的印象中,小孩都是天真無邪 他們最多只能成為犯罪的受害者,不可能成為家害者 你這樣想就錯了 在1993年英國,就發生了一起兒童謀殺案 而兇手的年齡只有10歲 到底為何還有兒童期的小孩會犯下愚痴 這裡我會為大家介紹 1993年招募師巴傑爾謀殺案 請注意,本影片部分片段 來自奧斯卡得獎短片Geyard 可能有藝術加工成份請見諒 1993年2月12日,兩名10歲男童 羅伯特·湯姆遜·Robert Thompson 1982年8月23日出生 和喬蘭·維納布爾斯·John Wernabos 1982年8月13日出生 因為徒學而在學校相遇 兩人都是徒學的慣犯 他們發現彼此臭味傷頭一見如鼓 於是結伴愛出搗亂 起初他們在布特爾的新海購物中心 Leal Stan Shopping Center 行舍 租食的物品包括甜點、巨魔戶、娃娃玩具、電池 和一個坑堡牌,藍色顏料 之後他們跑去麥當勞踩烏Jody Dun 直到被店員趕了出去 之後他們商量綁架一名小孩 用偷離的東西弄他 兩人想到糖果店和女孩子多 於是來到糖果店 但是發現店鋪已經關門了 不過一旁在浴店 前面站著未兩歲幼童 他只是詹姆斯·巴爾傑 James Patrick Boger 1990年3月12日日生 當日他由母親丹尼斯·巴爾傑 帶領著來到新海賓購物中心採購 丹尼斯在15時40分的時候 把孩子留在浴店等候 自己則去收穩台結帳 根據事後監控錄像顯示 15時42分 喬恩首先和詹姆斯交談 隨後把他帶出救物中心 三人沿著荔枝·利物浦運河走到途中 羅伯特和喬恩對受驚兒哭鬧的詹姆斯進來嘔打 並恐嚇詹姆斯把他推入河中 之後統計有38名路人目睹他們 但絕對他們沒有進行干涉 認為只是一家人的打鬧而矣 有兩個老人試圖阻止羅伯特和喬恩的偶打行為 他們卻偽示告訴老人 只是帶著迷路的詹姆斯前往警局 一名老人向他們指出警局方向 然後他們又在反方向走 既經波折,他們把詹姆斯帶到屋頓小鎮 在陣上,他們發現對街有警局 兩人遲疑片刻後 改到斗廁的淺灘 再來到一個閃有人靠近的安菲爾德公務 和廢棄的木頓安菲爾德火車站的鐵軌旁 羅伯特和喬恩開始對焦武士拳打腳踢 搬起重達10公斤的鐵軌用魚尾板摘他的頭部 在他左眼和面上圖顏料 被他吃電池,並脫掉他的鞋、襪、長褲和內褲 盛侵他的新積器,可能還將電池塞入他的肛門 事後,司檢顯示,被害人尖姆斯身上有42處損傷 每一處傷害都不是致命性 也即是所有人在萬聖折磨中致死 將尖姆斯虐待致死後 兩人仍然將尖姆斯的屍體放在鐵軌 將尖姆斯的頭部埋入道戶 拿碎石中,自圖利用火車鏈過來製造事故假象 兩人離開後,屍體被一列火車剪成兩折 直到2月14日,尖姆斯的屍體被警方發現 尖姆斯的母親丹尼斯女士發現尖姆斯不見後 心急如憤的她,馬上去警方報案 警方通過監獄陸像發現嫌疑人的行蹤 全城通出一名10至14歲的學齡兒童 並開始在各學校排查當日逃誤的學生 最後兩名女性向警方檢舉羅伯特·湯姆森和喬恩為立布爾斯 最後警方將羅伯特和喬恩逮捕 警方從兩人的衣服發現了和尖姆斯身上一樣的藍色顏料 兩人的衣服和鞋上都發現了血跡 並通過DNA鑑定確定是尖姆斯的血液 羅伯特的鞋頭形狀也和尖姆斯面上的瘀青形狀相相後 證明羅伯特穿著這雙鞋踢過尖姆斯的面部 有了這些確鑿證據後 警方在1993年2月20日指控兩人犯謀殺及綁架 1993年11月1日,普雷斯頓皇家法庭正式開庭審理此案 在法庭上兩人坐在被墊高的椅子上 還面對謀殺、綁架和綁架未遂的指控時 軍全盤否認此外面一直幾乎保持沉默 方庭法官莫蘭憑借著呈塵堂證功和長達20小時 審訊錄音宣布兩人犯下無比邪惡與殘暴之罪 而他們的行為狡猾或非常暗毒 因此謀殺、綁架和綁架未遂罪名成立 自此羅伯特和喬恩亦成為英國現代歷史上年紀最少的殺人兇手 我們可以從法案的準備中可應得出 其實殲母斯巴傑爾是有機會獲救的 如果那38名老人願意施出援手的話 丹尼斯女士便不需要承受如此惡夢 這個充分反映了在兒童綁架案中 公眾的合作和參與是相當重要的 而針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 媒體發現喬恩身為一個破裂的家庭 她的兄妹患有智力發展障礙自己受到懶惡 缺乏正常的家庭教育 羅伯特真是老起小、大起小的大家庭中受盡欺辱 從中可見家庭教育和暴力犯罪有很大的關係 我在此引用約翰伊杜格拉斯 在她日銷本破案神探續站的一句話 解決犯罪的唯一方法就是所有做父母親的 母親教育他們的孩子 經過8年監禁之後 2001年6月的假式聽證會上 已鑑定兩人不會對市民的安全造成威脅為理由 將羅伯特和喬恩刑滿釋放 羅伯特出獄後便沒有再犯事 但喬恩多次因為藏有兒童色情罕物而被拘捕 留了給她一個問題 色囚是否永遠對社會存有危險性呢? 目前為止 作詞文章盒 感谢观看